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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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那 郭安哥 没有去拍这个节目呢 也是中枪喔 就是躺着也中枪 所以呢 好 我就绝对不会再去拍这个 不会去拍这个节目 可恶 好 那我也想要在信息之前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 是我们的青年纳喊特会 所以呢 我们的礼拜五 跟礼拜天的学生崇拜呢 我们就会暂停一次 然后呢 让所有的学生 都一起来参与 我们礼拜六的联合青虫 所以要告诉大家 就是礼拜五 跟礼拜天 都没有这个 学生崇拜的这个直播 我们就一起在礼拜六 然后所有的人一起上线 然后呢 我们在礼拜六的当中 一起参加我们的 联合青年崇拜 好 那要讲信息 今天呢 我要分享的信息 是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教会的第三篇信息 那我想要问 在我们当中的 这三位牧者 请问 现在已经都快要到 这个八月 八月底了 在这个一个 一个超过 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了 你们觉得 你们听这些的信息 有没有身体 更健康呢 就是有没有做一些的改变 跟调整 要不要志诚哥先讲 志诚哥在笑 志诚哥要不要先分享一下 感觉是心虚的笑 心虚的笑 有啊 对 有啊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改变 跟调整 有 168加211 哎呦 对 不错哦 不错 有行道哦 不错 你可以加入行道会 没有 有行道 那那个 志达勒 志达 有没有 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有 之前其实也都是一直 一天只有吃两餐 对 然后 早上就是喝个黑咖啡 这样子 所以是慢慢在调 那潜力蛮大的 潜力蛮大的 是哦 那有没有感觉到 比较健康一点 你 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健康 身体会 就是 其实 少吃的时候 坦白讲 有的时候间隔稍微大一点 肚子会感觉饿 可是 整体来说的话 会觉得身体比较轻 然后 有时候 就是思绪也会比较清楚 这样子 哦 OK 有差 吃太多炸的什么的 是很不舒服 哦 不错不错 你现在的身体 已经进入到一个 一个 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 干净的状态 那那个嘉秀姐 嘉秀姐其实一直以来都 吃得蛮健康的嘛 那这个 听了这些 这个一个半月的信息 有没有些什么样子的改变跟调整 就上次 那个啊 听了光哥介绍的 他的健康饮料 我每天就有 多喝一杯 这个健康饮料 哦 就觉得很好喝 是哦 这是唯一的改变 OK 有帮助你 就是比较顺畅 有没有 有比较顺畅 还是一直以来都很顺畅 嗯 我是觉得 就是多加 多加了一个健康饮料 其实都还好 都还好 对 因为嘉秀姐 其实本来吃的就比较健康 比较有看重这个方面 对啊 那所以其实是要鼓励 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啦 真的就我觉得健康 身体的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 也其实也是神在教导我们 怎么样好好地照顾我们的身体 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来 从我们的身体 看到基督的身体 然后一起来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 好 那今天要开始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主每次到我们聚集的时候 无论我们在哪里 祢都与我们同在 耶稣 祢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走到我们愿意分别时间 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 主祢就乐意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话 所以今天圣灵我们渴望 听见祢的声音 不管我们正在经历到的是什么 我们都可以从祢的声音里面 知取到祢生命的气息 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 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 我们要一起来读 这段经文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 就如祂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都是看得见的 就是从祂所造的万物中 可以领悟 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透过神的创造 看见神永恒的大能与神性 我们可以从这些东西 学到属灵的功课 所以这一季的主题是 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教会 而我感觉到神 透过祂所创造我们的身体 你要记得 我们的身体是神所造的 祂所创造我们的身体 祂要开启我们 关于基督的身体 也就是关于建造 健康教会的奥秘 赛典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耶稣的救赎 不只是针对我们的灵 其实还包括了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 还有我们的意志 也就是我们的魂 也包含了我们的身体 祂拯救我们的灵 魂和身体 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 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 那边说 因此那些靠着祂 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 这边告诉我们说 耶稣拯救我们 就拯救我们到底 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 你要你跟他旁边说 耶稣拯救你 就拯救你到底 OK 耶稣拯救你 祂就拯救你到底 你要知道 耶稣的救恩 是非常的全面的 因为全人整全 是神对于我们 每一个人美好的心意 神渴望看见的 不是只是我们上天堂而已 全人整全 你整个人灵魂体兴盛 是神对你的心意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在十一月的时候呢 我们会办一个 全人整全的特会 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个影片 Hello family in Taiwan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my last visit I'm excited to be able to meet with you online at the Asia for Jesus conference Wholesome in November what I can assure you is that this will be more than just theological theories on how to keep a healthy spiritual life together with Bill Donna and Jason we'll tackle this topic 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really help you be wholesome in body soul and spirit and to really reign in life according to God's design and purpose for our lives so that we can be who He created us to be I believe by doing so we will be able to carry the divine influence wherever we go and ultimately see heaven on earth 约翰说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 兴盛一样 所以我们要来复习一下 为什么健康这么难 减重这么难 然后我们第一篇心里讲到 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图 第一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看见 1980年 美国政府公布的 这个饮食金字塔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因为错误的认知 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怕高血压 我们再回到那张图 好不好 这个饮食 他们因为怕高血压 高胆固醇 还有他们害怕 这些心血管疾病 所以就推荐了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指南 可是呢 他们推荐了整个的基础呢 是很多的这些淀粉 跟高碳水化合物 再加上呢 你要知道 现代这些东西 都被加工而精致化 比如说白饭 面条 包子 馒头 面包 水饺 OK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线上的话呢 你可以让我们知道 你最喜欢的碳水化合物是什么 OK 你最喜欢的这些 可能是饭面 像我的话呢 我就很喜欢吃面 现在就是 这个面就借了比较多了 OK 饭 面 包子 馒头 面包 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吃面包 然后呢 水饺 我知道子俊哥很喜欢吃水饺 OK 就是写一下 好不好 分享一下 你最喜欢的碳水化合物是什么 可是呢 我要告诉你 这个碳水化合物呢 如果是你饮食的基础的话 你就会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那健康的是什么 我们上次有分享了 这个211餐盘 refresh一下大家的记忆 211餐盘的这个饮食法 就是一半是蔬菜 然后呢 蛋白质占了四分之一 全骨类 就是占了25% 也是四分之一 那如果你这样子吃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健康很多 就健康非常的多 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 然后呢 骨物这个地方 饭啊 面啊 这些的东西 不要吃太多 可是吃很多的蔬菜 吃很多的蔬菜 第二个问题 OK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真正的关键是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真正的关键呢 就是这个 警察 指挥的警察 OK 我们上次讲到 你摄取 你吃东西的时候 热量摄取的时候呢 进来 然后呢 就会有一个警察的一个地方 他会引导这些的东西 去到到底是转成甘糖呢 然后成为热量消耗 还是它会转成你的体脂肪 OK 所以进来以后 这个警察才是关键 那这个警察是谁 这个警察是谁 它是什么 它就是胰岛素 OK 它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 胰岛素才是问题的关键 胰岛素是什么呢 胰岛素是这个非常强大的荷尔蒙 它会把你吃进去的东西 都转成脂肪来储存 当我们一整天都在吃东西 喝饮料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断地在刺激 我们的胰岛素 让那个 再回到那张图好不好 再帮我们回到那张图 那个警察 OK 让这位可怜的警察呢 他一整天都不能够休息 而当你过度地刺激 胰岛素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失衡 产生胰岛素阻抗 也就是会分泌你的身体 会分泌过多的胰岛素 你的身体呢 就只能够储存脂肪 它根本就切不过去 燃烧脂肪的这个机制 所以我就要问你喔 到底你吃进去的东西 我用这个来做 就是刚刚这个图 到底你吃进去的东西呢 是存在冰箱 还是存在冰库 存在冰箱呢 你随时就可以把它用掉 存在冰库里面 你还要退冰 很麻烦 所以你就发现 很多你的体脂肪 都是因为这个胰岛素 分泌过剩 它不是存在冰箱里面 它是变成存在什么 冰库的里面 然后呢 就发现越来越累积 越来越累积 你就越来越胖 所以我们讲到 很多人减重失败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做 那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再怎么样努力 少吃多动 其实你都敌不过 神创造在你里面的 那个荷尔蒙 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是非常强大的 可是神创造在你里面的 不管你今天怎么做 今天这个不是意志力的问题 今天这个是身体 神创造的身体就是如此运作 那我们也谈到 少吃多动 大家讲到健康 讲到减重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少吃多动 没有用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你的基础代谢会减缓 那你要知道 基础代谢减缓这件事情 是神创造的一个保护机制 今天就算你没有吃东西 或是你困在深山的里面 好几天你都不会饿死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储存了这个脂肪在你的里面 而且呢 当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神设定的就是你的基础代谢就会降低 你就不会消耗这么多的热量 第二个呢 就是你会发现少吃多动没有用 是因为饥饿 因为饥饿 少吃多动的话 你一定会超级饿的 而这个也是神所创造身体的机制 你身体会分泌 我们上次说到饥饿素 为了要帮助你摄取充足的营养 然后你知道那个饥饿素 它是早餐一波 中餐一波 晚餐一波 然后呢 快到半夜的时候呢 又会一波 而且最强的是半夜的那一波 你知道常常在半夜那一波的时候 很多人就破功了 通常会吃宵夜 都是因为半夜的那一波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饥饿素 如果它来了 你不吃的话 如果你再忙了 你不吃的话 这个饥饿素它不会累积 它是会退掉的 你就会发现 因为当你忙完之后 你也没有那么饿了 没有那么饿 你就可以直接吃下一餐 另外一个解决饥饿的方式就是 我们讲到 你要控制血糖 不要升降的太快 控制你的血糖 不要升降的太快 那原则就是 你要选择低升糖 跟让胰岛素 比较稳定的饮食 你才会有长久的饱足感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不吃饱的话 你二一饿的话呢 你就会很容易 一直在吃少量多餐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选低升糖的 跟让你的胰岛素 比较稳定的饮食 你才会吃进去 有长久的饱足感 而不会你很快吃了 有饿 所以我们就讲到 下一张图 是个营养素 对血糖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见 血糖升降幅度 最快最大的 就是碳水化合物 你吃面 你吃饭 然后你吃馒头包子 面包 水饺等等这些东西 碳水化合物 它的升降是最快的 OK 浮度最快的 所以你知道 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很喜欢吃卤肉饭 喜欢吃干面 吃得很爽 很便宜 但是我告诉你 下午不到三点 你就饿了 你吃了会饱 没有错 可是你很快就饿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血糖升降很快 第二个是蛋白质 OK 第二块的是蛋白质 最低最慢的是脂肪 是脂肪 OK 所以呢 吃饭的顺序 我们讲到 先吃蛋白质 跟好的油脂 好的脂肪 比如说肉啊 蛋啊 里面就有蛋白质 跟好的脂肪 然后再吃蔬菜 淀粉类呢 就放最后 所以呢 如果我吃了足够的肉 好的油脂 跟蔬菜的话 其实我饭跟面 就不太容易会过量 而且呢 当你这样吃的时候 你会有很满足的 那种饱足感 你会吃得很饱 而且那种是可以 这个饱是可以撑比较久的 那你就问了 那光哥 你没有讲到水果 蔬菜跟水果要分开来 那你没有讲到水果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仔细听好 我现在在救你的命 水果呢 就是长在树上的糖果 我告诉你 水果其实就是 长在树上的糖果 我们来看 这个有一个报道 水果当健康食物 狂吃 总胆固醇 爆表 医生说 恐比大鱼大肉 还要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的果糖 真的很多 你会发现 现在的水果呢 真的就是改良 我们真的很厉害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 都改良得又大 又甜 对不对 而且每一个地方 在卖水果的时候 都告诉你两个字 包甜 对不对 不甜 就是还你钱 对不对 就是都很甜 所以现在的水果 非常的甜 所以呢 这个甜得要命的水果 你一定要最后吃 吃完所有的食物的时候呢 最后吃 而且要适量 当你最后吃的时候 你也比较不容易过量 要适量 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你要仔细听 果糖 比其他所有的糖 都还要更恐怖 因为果糖 其他所有的糖呢 是你身体 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帮忙代谢的 可是果糖 是只有你的肝 才可以处理 果糖 是只有你的肝 才能够处理的 很多人 包括光哥在内 脂肪肝 都是因为我水果吃太多 我们以前的观念是 要多吃蔬菜水果 才会健康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 要分开 蔬菜是蔬菜 水果呢 现在真的 除非真的是你是 自己很有机的 在山上啊 可能那种 没有什么改良的 那种原来 你知道以前的这个水果 都没有这么甜 但现在的水果 实在是太甜了 一定要适量 而且放在最后吃 放在最后吃 这个你知道 这就提醒我了 当我现在订机票 如果要坐飞机的话 以后要坐飞机的话 千万不要点水果餐 好不好 那个水果餐 没有吃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你血糖 砰 直接飙到天际 直接飙到天际 OK 那在分享今天 最主要的兴起之前呢 那我就想要问你 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 请问我们来回到 那个图二 请问这个警察 是谁创造的 请问这个警察 是谁创造的 是谁 是神 OK 这个警察是神创造的 那我要问 再问一个问题 神创造的是好的吗 你觉得神创造的是好的吗 OK 请问胰岛素 是好的吗 饥饿素 是好的吗 当我们少吃 而基础代谢 降低的时候 是好的吗 你知道我们都会觉得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 减重失败的大魔王 胰岛素 你看就是胰岛素害的 你看就是 饥饿素害的 你看就是因为 我们的基础代谢 降低害的 这些都是我们 减重失败的大魔王 我会失败 就是因为他们 在跟我作对 可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很重要 请问神所创造的身体 到底是笨 还是聪明 请问神创造 我们的人类的身体 到底我们的身体 是笨 还是聪明 我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 在诗篇139篇 第13节到14节 这边说 我的丈夫 是你所造的 在我母父中 你塑造了我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的受造 奇妙可畏 这节经文呢 我们常常在读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我们的身份 我们想到神 创造我们 每一个人都很独特 所以我的受造 奇妙可畏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但是神在说的 不只是你的身份 你知道他用字 他用丈夫跟母父 有没有可能 他讲的是 我身体的受造 也是奇妙可畏的 不只是我的身份而已 而是我身体的受造 因为他讲丈夫 我身体的受造 也是奇妙可畏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身体 所面对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 是我们自以为 聪明地乱搞了 神的创造跟设计 你知道吗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今天会有 这么多的人 健康出了问题 是因为我们自以为 聪明地乱搞了 神的创造跟设计 我们只不过是在 收我们人类 所撒的种而已 譬如说你会发现 现在食物栽种跟养殖的方式 越来越不健康 越来越 越来越 真的很不 很不好 或者是呢 食物烹调的方式 或者是我们人类饮食的习惯 或者是你会发现 我们过度地依赖 药物跟偏方 这些东西 都会让我们乱搞 我们自己的身体 可是当我们悔改 改变我们对保养 固息身体的想法 跟眼光的时候 神就要帮助我们 回归到他原本 创造我们身体的精心设计 一定要知道 神创造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是他精心的设计 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天然跟自然的最好 但是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东西 都已经加工了 有太多的东西 已经不是神原先创造 不管是这些的食物 或者是我们的饮食 或者是我们的生活 应该要有状态 如果我们回到自然 我们回到神天然 神原先创造我们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自我修复 我们就能够如因返老还童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physical body是这样子 那请问基督的身体 跟教会 也就是教会呢 如果我们的身体是这样 回到神原先创造我们的方式 那我们的身体是这样 那请问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 是不是这样子 会不会你看见 今天在教会的当中 有太多人自以为是的介入 很多不太健康的建造 或是管理的方式 使基督的身体受到亏损 如果我们还是不知道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就是我第一篇所分享的 或者是呢 到底什么是好的解答 我要告诉你 你再怎么样的努力 你再怎么样自作聪明 也是徒劳无功的 你的生命要经历到改变跟突破 你的生命想要真正的 长大成熟 你就是要回到神 原本起初创造你生命 跟你灵魂的运作的方式 是什么呢 还记得吗 领受 承载跟传递 神原先设定我们 祂创造我们的应该运作的方式 我们要从神那里来领受 透过什么 与神连结 然后我们要承载 也就是我们要接待神的同在 我们才有可能把神生命的气息 再一次再传递出去 领受 承载跟传递 我很喜欢的一位医生 他叫做Stam Adbert医生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健康不是没有疾病 健康是你身体的一切 都恢复到它原来该有的运作方式 健康不是代表没有疾病 健康是你身体的一切 都恢复到它原来该有的运作的方式 这样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人都会经历到生老病死 但是若是我们的身体 能够回归到神原先所创造的样式 我发现当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又想了什么idea 或者想到什么样子的药物 或者想到什么样的减肥药 都不是 而是我让我的身体 可以回归到神原先所创造的样式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健康 你会发现 现代医学的发达 是让人的寿命延长没有错 可是如果你活到八九十岁 你的身体却从五六十岁 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甚至到最后十几年 是在病痛的当中造成了家人的负担 你死又死不了 活着你要吃一大堆的药 你要洗肾 你要卧病在床 你需要别人的照顾 老实说 这样子的生活品质真的很低 这样子活着 哪里有什么尊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重点不是活得久 因为现在的医学可以让我们都活得很久 重点不是活得久 丰盛的生命 是你有没有活得健康 有价值 有尊严 有意义 而且满足 又喜乐 你知道当我跟我的爸妈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年纪都比我们大很多 可是我看见他们 仍然在服侍 我爸爸已经八十岁了 仍然这样子很喜乐的在服侍 每一天在领受很多神 对于列国 或是神 对于华人 或是神 对于教会的心意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就是要这样子 我不是说我们不会生病 我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不会软弱 可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身体 回到神原先 创造我们身体的这个样式 所以我今天呢 要告诉你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很重要 是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有些的时候 不吃真的比吃好 OK 神创造我们的身体是要吃东西 没有错 可是我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想法 我要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有些的时候呢 不吃真的比吃好 我要给你两个免费的工具 是免费的 OK 不需要收钱 OK 免费的工具 这两个工具呢 就是间歇性断食 跟长时间的断食 这两个工具 OK 断食我要告诉你 其实呢 它不是最新最流行的简咒名词 早在几千年前 圣经的试诗记就已经记载了 所以呢 有一个医生他就开玩笑这样说 他说 亚伯拉罕 也就是所谓的犹太教 OK 穆罕默德回教 佛祖佛教 耶稣基督教 他们只有在一件事上面 能够合一 那就是禁食 OK 他们就是只有一件事上面 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都有在practice 都有在食 就是禁食 OK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你们现在在讲这些什么 168断食 什么等等 这些东西 断食不正常啊 人就是要吃东西嘛 对不对 断食不正常 断食好可怕 断食很危险 断食好难 但是让我告诉你 所有的宗教都有操练进食 最棒的是 这个工作不用钱 这个工作是免费的 而且甚至还可以省钱 多好 OK 还可以省钱 首先我要说明 断食不是什么 断食不是限制卡路里 我再说一次 断食不是限制卡路里 间接性断食 跟限制卡路里 是不同的 之前说了 限制卡路里 它的原理没有错 但实际碰到基础代谢率 降低跟饥饿 长期就没有用 你要知道 你的身体不是一个机器 你放多少进去 然后排出多少出来的时候 不是 你的身体里面 是很精密神的设计 所以只要碰到 基础代谢率降低 跟饥饿感的时候 长期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而且卡路里 这个衡量热量的单位 是人发明的 你的身体里面 根本没有认知 卡路里的机制 而且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出在热量 而是出在你里面的荷尔蒙 我再说一次 不是出在你摄取的热量 而是出在你里面的荷尔蒙 我取一个我医生 他用的例子 他说呢 我要请问你 100卡的珍珠奶茶 100卡的珍珠奶茶 跟100卡的东坡肉 跟100卡的花椰菜 都是100卡 100卡的珍珠奶茶 100卡的东坡肉 100卡的花椰菜 吃进你的肚子里面 会一样吗 都是100卡 吃进你的肚子里面 会一样吗 绝对不一样的嘛 你身体的荷尔蒙 它并不会反映多少卡 它不会反映多少卡 而是你吃什么 你会发现 东坡肉 它是什么 蛋白质跟油脂 珍珠奶茶呢 它是糖跟碳水 请问吃哪一个会胖 我告诉你 你可能不知道 吃东坡肉会越吃越瘦 吃东坡肉反而越瘦 你喝这个东西 OK 今天我们 在我们当中呢 同工都有点饮料 应该没有人点这个吧 OK 好 感谢主 他们每一次点饮料的时候 我在群库里面都会看见 他们在点什么饮料 然后我的心里面就要说 我不要法利塞人 我不要去judge他们 我什么都不要说 我就看就好了 OK 但是我跟你讲 你喝这个跟吃这个 你可能这个越吃越瘦 这个呢 越喝越胖 OK 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 下一张 每一天吃2500卡 算蛮多的 2500卡的麦当 对不起 211餐盘 2500卡211餐盘 跟2500卡的麦当劳 OK 我们有三组人 三组人 OK 跟2500卡的卤肉饭便当 OK 然后那个陈喜文 不要再吃卤肉饭便当了 好不好 OK 好 2500卡的211餐盘 第二组 2500卡的麦当劳 第三组 2500卡的卤肉饭便当 都是2500卡 然后连续吃一个月 请问这三组人 体重会一样吗 这三组人 体重会一样吗 我告诉你 211的餐盘 一定会瘦 后面这两个呢 先不说健康指数 先不要讲 到底健不健康 先不要去看 他们去做健检的时候 会产生怎么样 先不要说健康指数 你吃后面这两个吃一个月 你一定肥死 一定肥死 所以千万不要再陷入到算卡路里的迷思了 我瘦快25公斤 从来不算卡路里 因为我的身体也不会算卡路里 不要再陷入到算卡路里的迷思了 吃对食物更重要 另外呢 大规模的研究报告指出 限制卡路里跟断食 虽然都会达到减重的目的 所以你一开始限制卡路里 你就是把它算得很清楚 给 然后呢 跟断食 我今天要讲的断食 都会达到减重的目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参与见识性断食的人 增加了胰岛素的敏感 就是你那个胰岛素的阻抗 被逆转 给胰岛素的敏感 还有呢 另外 腰围也减少 两个都有减重 但是呢 有参与这个 就是见识性断食的 它腰围减少了 你要知道 身体最难受的地方 就是你的腹部脂肪 也就是俗称的 鲁鱼肚跟啤酒肚 然后呢 就会开始消掉 这些都会让你变得更健康 也会降低你得慢性病 也就是代谢症候群的几率 所以很重要 可能两个人 可能两组 比如说不管是你是限制卡路里 然后或者是你是断食 都会瘦 可是限制卡路里 一定是短期的 OK 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为什么见识性断食 现在这么夯 是因为主要的因为说 它不但让你可以长期 而且它让你怎么样 身体可以越来越健康 断食是什么 断食是让你的身体 休息 修复 有效的断食有两种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 要使用这两个工具之前 当然我要讲 因为我不是 我不是营养师 也不是医生 可是我要告诉你 我现在是牧师 也可以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有讲 禁食 我可以跟你讲 但是我要讲 当你要尝试的时候 请你先问问你的医生 我鼓励你先问问你的医生 到底你适不适合 坊间有很多种段式 不是只有我今天讲的这两种 有很多种段式 我只跟你推荐 最有效的两种 其他的 有些人可能有效 有些人可能没效 我跟你推荐 最有效的这两种 OK 第一个就是 间接性断食 又叫做 限制时间的饮食 间接性断食 又叫做 限制时间的饮食 OK 我还给你经文 今天如果对于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的主题 我们所分享的东西 如果有问题的话 下个礼拜 我们的Inside Out小组 我们会更多的分享 因为今天 你知道我预备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发现 真的讲不完 真的内容很多 所以下礼拜呢 是我 还有嘉秀姐 还有昌恩 我们三个人 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部分 好 我们现在看 限制饮食的 限制时间的饮食 限制时间的饮食 我还给你经文 OK 我们不是随便乱讲 有经文的 好不好 世事记 第20章26节 OK 世事记 第20章26节 以色列众人 就是全体人民 又上到伯特利 坐在耶和华面前哀哭 那日禁食 直到晚上 然后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凡祭 和平安 OK 他们呢 从禁食直到晚上 OK 那一天 从禁食直到晚上 所以晚上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就吃宵夜了 OK 就禁食直到晚上 那这个 这一段式 它的原则就是 控制你吃东西的时间 也就是 你什么时候吃 跟吃什么 还有吃多少 其实是一样重要的 我们以前对于时间 吃的这个时间 没有观念 我们看中的是 吃什么 跟吃多少 No 现在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吃 你空着你吃的时间 其实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从醒来 一直到睡觉前 都在吃东西 喝饮料 我们之前说了 不管多少的东西 或是多微糖的饮料 我们现在真的比较健康了 所以我刚刚有看到 大家点的东西 有微糖或是无糖 感谢主 大家真的是 很不少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管多小的东西 多微糖的饮料 都是会刺激你 胰岛素的分泌 而当你刺激胰岛素 分泌的时候 就是在储存 脂肪的一个机制 我们说胰岛素 它需要三到四个小时 才会降回来 还记得我们刚刚之前说 我们之前说到 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太常吃 太晚吃 总在吃 你的胰岛素 根本就降不下来 肥胖不说 甚至到后来 分泌过度 还会成为 还会变成 胰岛素阻抗 然后你就会开始 三酸肝油脂过高 然后就会有脂肪肝 最后呢 当你胰岛素 故障的时候 就会变成 第二型糖尿病 感谢神 我要告诉你 在神永远都有盼望的 这一条路 是有机会可以腻的 千万不要到 糖尿病的时候 这就比较难了 可是如果你只是 胰岛素阻抗 或是有脂肪肝的话 这一条路 是可以腻的 解答就是 间歇性断食 最简单的 间歇性断食呢 就是只要吃三餐就好 你只吃三餐 五六零年代的人 他们就是这样吃的 三餐之前 不吃任何的点心 不喝任何的饮料 就吃三餐 在当时 他们根本不觉得 这是断食 他们不认为这是断食 这是很自然的 就是十二到十四个小时 不吃东西 我告诉你 其实呢 说难不难 说简单呢 其实也不简单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现在 坏习惯早就已经养成 我们真的随手 都在拿东西吃 然后随手都 可能上个班 然后那个饮料 就一直喝 加上现在真的诱惑太多 取得食物太方便了 你若是早上九点吃早餐 中午吃午餐 晚上七点之前 把晚餐吃完 中间都不要吃东西的话 你就会有十四个小时 是在断食 你知道就是这样 三餐 照着吃都吃饱 你就会有十四个小时 在断食 那你说光哥 我们现在都晚下班 我们怎么可能 七点以前吃完呢 我们都晚下班 好嘛 那晚上九点前 吃完合理吧 OK 九点前吃完合理吧 那你就会有 十二个小时 是在断食 老实说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要胖也很难 因为你的身体 它会有超过一半的时间 是可以切换到 燃烧脂肪的这个机制 这是为什么 你会发现 以前人 他们三餐 吃好吃满 都不会胖 三餐吃好吃满 都不会胖 OK 好 那所以呢 就是最低的 就是吃三餐 吃三餐 进阶一点呢 就是 你还是吃三餐 进阶一点 你还是吃三餐 所以你知道光哥 不会剥夺你们 OK 不会叫你们一次 做很难的事情 进阶一点 你还是吃三餐 可是你把你的三餐 控制在八个小时之内 吃完 OK 比如说举例 早上十点吃早餐 你先去梳洗 先去上班 然后呢 到公司了之后 你才吃早餐 十点吃早餐 然后呢 你就不要问我说 这个到底合不合 我不知道每个家公司的 那个policy 不一样 不要问光哥 说光哥 你主管说 为什么你现在十点 在吃早餐 然后你怪我 说是光哥 说十点 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说好了 你十点吃早餐 中午呢 你就吃中餐 很normal 晚餐呢 在六点以前 你就吃完 OK 十点 然后呢 最后一餐 在六点以前 晚餐在六点以前吃完 你还是有三餐哦 六点之后 就让你的身体 休息到隔天的十点 才再吃早餐 这就是所谓 现在最夯的 168的断食 168的断食 你有八个小时 在吃东西 可是身体 有16个小时 是不吃东西的 168的断食 就是八个小时 在吃东西 16个小时呢 不吃东西 光哥去年体重过重 而且我有脂肪肝 脂肪移 三酸肝油脂过高 所以我必须要用 更积极的方式 采取积极的方式 你就 然后我的医生 他就在门诊的时候 就问我说 你一天吃几餐 我就说三餐 根本就是骗人 哪有可能 现在 就是我说三餐 骗人 对不对 他就问我说 那你早餐吃什么 然后呢 他就问说 那请问你早餐会饿吗 你早上会不会饿 我说 其实我不会饿 早上不会饿 他就说 那不吃 比吃错好 你如果不饿的话 那你不要吃早餐 你就只吃两餐就好 吃中餐跟晚餐 然后呢 你就试着吃 我们刚刚那个 211的餐盘 然后吃的顺序要对 吃饱没有关系 OK 所以呢 我就中餐 12点吃 晚餐呢 就在八点以前就吃完 OK 所以中餐12点吃 晚餐开始吃嘛 然后晚餐 八点以前吃完 前后尽量都不要再吃东西了 这就是所谓的168断食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个 就第一个就是你吃三餐 然后呢 没关系 早上怎样 第二个是控制他在八个小时 再进阶一点 第三次 再进阶一点 他说186 所以就不是168了 是186 两餐呢 不是在八个小时 而是在六个小时吃完 六个小时吃完 譬如说 12点吃 然后6点以前吃完晚餐 你中餐 12点吃 6点以前吃完晚餐 然后最后最后 最终极的版 终极版的大魔王 就是整个的 整个的是一天一餐 OK 一天一餐 整个的 他叫做 英文叫做one meal a day one meal a day 然后他简称叫做all man OK 如果你有听到他们讲all man 就是one meal a day 整个的这个大魔王 一天一餐 就是呢 你会发现 你有23到24个小时 你的胰岛素 都是在休息的 那光哥给你一个好的建议 建议你慢慢来 不要一开始就挑战 整个这个大魔王 好不好 我一开始呢 真的我做不到 我一开始只能够做到168 然后呢 等到我慢慢几个月之后 身体适应了之后 你也需要 你知道因为我之前有 的这些健康指数很不好 肥胖啊 胰岛素阻抗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点吃力 慢慢几个月之后 身体适应了168之后呢 我才慢慢变成186 慢慢变186 然后呢 其实你可以慢慢来 就是比如说168 然后186 然后或者是24 就是四个小时吃东西 24小时休息 然后呢 或者是 有个新的 222 就真的很饿啦 222 22个小时 22个小时不吃东西 只有两个小时 有吃东西 222 真的很饿 饿饿饿感觉 OK好 所以呢你就是慢慢来 慢慢来 我告诉大家 一年过后 我是一年过后 我现在才能够舒服的 一周有几天 跟整个一样 一天吃一餐 我OK OK 所以我是一年过后 大家千万不要 一下子就尝试很难的 然后呢 我跟大家讲一些 既然要吃 干脆 就是很重要 不要对自己太律法 当你在走这个168 这个渐性断食的时候 不要对自己太律法 成功在于呢 你有慢慢的有进步 如果你真的饿了 不要有醉酒感 只吃一点点而已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其实不好 如果你真的饿的话呢 既然饿了 要吃就吃饱 干脆就吃饱 然后你就告诉你自己说 今天我可能真的 没有预备好 没有关系 明天再来 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千万不要 进入到律法主义的里面 不要自责 然后不要控告自己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饿了 不要只吃一点点 那个根本就在 吃起你地老素 可是你才吃一点点 你很快就会饿了 既然要吃就吃饱 既然要吃就吃饱 然后呢 明天再来 It's OK 下一餐再来 OK 好 那所以这个第一个 工具呢 是渐进断食 第二个呢 就是比较难的 叫做长时间的断食 长时间的断食 我看啊 长时间的断食 讲的是 你是超过24小时不吃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168 186 204 222 OK 超过24小时不吃 就是进入到 长时间的断食了 长时间的断食了 来我们来看 以斯帖记第四章 我都会给你经文 不要担心 以斯帖记第四章十六节 你当去招聚 苏山城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 OK 就72小时了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 也要这样进食 所以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 如果要那个的话 光哥会鼓励你 虽然不吃 可是还是要喝 可是他们当时 是不吃不喝的 因为这是为了 属灵的一些的事情 那我们看见 耶稣更久了 OK 耶稣 马太福音第四章二节 耶稣进食了四十昼夜 就饿了 我想要问在我们当中 我从来没有试过 因为我是今年开始 第一次三天进食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操练过 四十天进食的 有没有 你有操练过四十天进食吗 一次 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 有没有人操 有没有人在我们现场 可以给我回一下吗 有没有人超过 嘉秀姐有超过四十天 有没有 不是超过啦 有没有操练过四十天进食 没有 智达有没有过 四十天进食 那那个 就是我 志诚哥我不用问了 我不用 感觉 搞不好有吗 以前教会搞不好 以前教会 有吗 没有吧 没有吧 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知道那个 那个 好像Vaness有操练过 对啊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哇 这个 耶稣永远是我们追求的榜样 OK 所以你看 这个其实 眼睛对着镜头说话 我就很喜欢对着他说话 可以把镜头放在他脸上吗 没有 以后用一个那个 就是用一个那个 什么GoPro在你的头上 这样子 GoPro OK 好 好 渐进一段时 好 我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讲到长时间段时 对不对 渐进一段时可以是 生活方式 因为它的门槛 比较低 你平常就做得到 而且你比较可以长久 今天一段比较可以长久 而且你长期做 对你的生理来说更健康 但是仔细听 长时间的段时 只能够偶尔 偶尔实行 因为你要知道神创造你 还是要吃东西的 那你会发现 长时间段时 真的比较难 我一年之后 我刚刚讲了 我一年之后 我才做得到 现在呢 我是每个月一次 而且你知道 我跟我爸爸就是 我爸爸说 这个这么好啊 他说 那你以后要进食的时候 要揪我 所以我爸爸也喜欢 每个月 我在进食三天的时候 我爸爸说 你要揪我 一起 好不好 那为什么要长时间的段时呢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图表 想要讲得更仔细 你十二个小时 开始段时的话呢 会开始分泌生长激素 那这个荷尔蒙呢 它是能够 它会开始分长 十二个小时嘛 开始分长生长激素 这个荷尔蒙呢 它是能够抗老化 能够燃烧脂肪 它会关 可以关节修复 它可以制造出新的蛋白质 所以我刚刚讲了 最简单的就是 你如果只吃三餐的话 中间不要去吃那些点心 不要去喝那些手摇杯的话 去喝水的话呢 你就可以 经历到这个十二小时的段时 OK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生长激素 其实它会让你回春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所以这个生长激素 其实是好的 我们希望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长激素的分泌 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需要身体分泌 更多的生长激素 那你知道 什么会帮助你身体 分泌生长激素 如果你有运动的话 运动可以帮助分泌 五到七倍的生长激素 OK 如果运动的话 它会提升500%到700% 就是五到七倍的生长激素 但是呢 我告诉你 没有办法跟什么 没有办法跟断食比 当你断食的时候 它会提升到 1300%到2000% 它会提升到百分之 意思是说 你运动 运动很好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运动是五到七倍 但是断食 当你断食的时候 它是13到20倍的 生长激素会分泌出来 12小时断食 18个小时 它会启动细胞自食 OK 细胞自食是什么呢 就是细胞自己吃自己 OK 听起来细胞自己吃自己 感觉好像很可怕 但其实呢 这是日本科学家 发现了身体是有这个机制的 这是神创造的身体 但我不知道它应该不是基督徒 但它发现了身体有这个机制 而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奖 细胞自食是身体它会自动清理 回收 修复你受损的旧蛋白 转变成新的氨基酸 而你要知道 这是神创造超好的一个回收机制 它会修复你的DNA 清除体内不好的东西 像是黴菌 细菌 微生物 所以其实我要告诉你 168已经很棒了 但是如果我把中餐再往后push一下 我等到两点 就是晚两个小时再吃的话 晚餐八点之前就吃完 我的身体就会进入到 18个小时的断食 就会开始启动这个细胞自食 然后呢 我就会经历到它所有的好处 溢出在我的里面 所以呢就是从168 你如果再往后push一下 到186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启动这个细胞自食 来我们来看24小时 进到24小时的时候 它就会消化你身体里面的肝糖 身体开始会产生生酮反应 生酮反应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身体开始切换 到那个燃烧脂肪的机制 它会加速的消炎 我发现很多人吃错东西 身体一直在发炎 一直在那种过敏的一个状况 在发炎 然后呢 你的免疫系统 每一天都被发炎消耗掉 不是战死 你的免疫系统不是战死 就是burn out 请问你拿什么 去对抗新冠病毒 所以呢你会发现 它就是让你的身体 不会再这样的发炎 然后呢另外它会抗氧化 修复你的肠胃 像你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的肠胃也需要休息 它也需要休息 你的心血管功能 跟脑功能会变好 最重要 这个最好 你的大脑细胞会被修复 如果你超过24小时断绳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修复 你的大脑的细胞 你知道现在不管是 伯金森症 或是阿斯海默症 都是没有药医的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他们会罹患失智 抑郁 然后痴呆 或是脑退化症 而你要知道 这些都是不可逆的 所有现代的医学的药物 跟治疗呢 都只能够减缓恶化 不管今天你得到的是 阿斯海默症 或是Parkinson 或者是失智 它都只能够减缓恶化而已 然后我要告诉你 可是比起这些的药物更有效 甚至更能够预防的 就是长时间断食 我再说一次 这个是免费的 现在没有任何的药物 可以治这样子的病 可以恢复你的大脑的脑细胞 除了只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可以操练什么呢 可以开始慢慢操练 当然这是预防的 比较是预防性的 开始操练什么 开始操练长时间的断食 我跟大家讲很有意思 美国矽谷的那些高科技公司 还有一些军方的单位 他们甚至透过断食 来增加大脑的功能 你知道吗 现在是非常popular的 这些的美国 这些的高科技的公司 他们里面 然后或者是军方 然后甚至呢 是我有听说 有一些在美国的研究班 他的教授跟他的学生说 如果你不操练断食的话 你不要来上我的课 因为你的头脑一定就是 就是整个就是那种 很昏沉这样子的 就每天都吃很饱这样子 他说你要操练断食 OK 所以呢 超过24小时断食 你以为你会昏 你会没有力 你会掉肌肉 OK 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 有胰岛素阻抗 或是有肥胖问你的话 可能你会开始会不舒服 OK 所以我说了 你要慢慢慢慢地做 但如果你的身体健康 正常的话呢 其实是不会的 而且你会发现 当你超过24小时断食的时候 你的身体它会切换那个机制 让你的身体的运作会更有效率 因为它知道没有食物进来了 所以它的运作 神创造你身体的运作 它会变得更有效率 变得更有效率 然后我们接下来到48小时 两天了 48小时的净断食呢 就会产生干细胞 可以转化成身体 所需要的任何的细胞 可以愈合修复身体 抗老化 降低患癌症的几率 然后呢 腫瘤会缩小 两天的断食 是一个不错的甜蜜点 我发现我在尝试了这几个月 现在已经到那个嘛 我从今年一月开始尝试 每一个月都做 两天的断食呢 是一个不错的甜蜜点 而且它其实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我以前呢 每一次教会在推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难 我根本做不到 直接就放弃 现在我要教你 我给你另外一个想法 其实它并没有这么难 仔细听哦 你如果礼拜天的晚餐吃完 礼拜天 仔细听 礼拜天的晚餐吃完 周一 只要周一一整天不吃 你本来礼拜天 晚餐吃完 你就不会再吃了嘛 对不对 周一一整天不吃 你周二的时候晚餐再吃 那就是四八小时了 对不对 有没有 没有像你想象的 你就想说 我要进食两天 那很困难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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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礼拜天晚餐吃完 你还是吃晚餐 然后就去睡觉嘛 对不对 你就是休息嘛 第二天 只要一天就好了 一天跟一天 一整天不吃 到第二天的时候 你又有一个盼望 晚餐 可以吃晚餐 可以吃晚餐 晚餐吃了 那就是四八小时 你就可以经历到 刚刚我所说的那些 美好的益处 七十二小时 OK 七十二小时呢 就是产生更多的干细胞 来修复你的身体 而且你的免疫系统 会被强化 我要跟大家建议 最好不要超过 三天的断食 如果你要超 不要超过七十二小时的断食 除非神有感动你 所以我不是说了 那个四十二小时 不是四十天的进食 或者是二十一天的进食 那个不是随便做的 OK 因为 除非你有真的 神有感动你 或是有属灵的 不然的话呢 最好不要超过三天 断食三天之内 我看了这些的报告 研究报告 CP值是最高的 三天以内 比如说两天也可以 三天 CP值是最高的 对身体健康的效益 是最大的 超过三天 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OK 不是这样子了 还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 整个推二十一天进食吗 就是一天进一餐 OK 然后前面三天还全进 大家还记得吗 OK 你看神哥多爱你们 不知不觉的当中 你就操练了这两种进食 不知不觉的当中 你就操练了这两种 OK 所以呢 我跟大家分享 我做这个 这两种断食 我体内的年龄 来回 上次有讲了 降了十二岁 我降了十二岁 OK 真的是如因返老还童 当我开始执行 健康性断食一年之后 我的胰岛素阻抗 跟内脏脂肪都没有了 饭后血糖恢复正常 自律神经 情绪也更加的稳定 肠道菌种变得健康 发炎的指数 指数呢 血压都降低 代谢的机能 跟免疫力都变强 所以我下个礼拜二 Inside Out的小组 会聊一聊 实际执行的一些原则 跟秘诀 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 OK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讲完了身体的益处 最后呢 我要来讲 断食 我们在圣经里面 讲到的是进食 对属灵生命的益处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身体的益处 但是其实它带来属灵的益处 进食的目的 第一个是为了安息 进食的目的 第一个是为了安息 进食就是长时间 刻意的安息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你让你的身体休息 你让你的身体休息 你今天吃得再健康 当你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让你的身体在工作 你知道吗 你每次吃东西的时候 你整个身体都在工作 所以断食才会让我的肠胃 让我的胰岛素 让我的身体可以真正的休息 这是为什么 我这篇信息叫做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不吃比吃好 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安息 你的身体也需要休息 第二个 为什么是安息呢 是因为 当你在进食 你在断食的时候呢 你会把你的焦点转向神 而且你不会再忧虑 把你的焦点转向神 不再忧虑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 这些经文 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 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 耶稣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没有间接性断食之前呢 我跟大家分享 我跟我老婆 每天早上起来的对话 就是 要吃什么 然后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呢 又开始焦虑 我又再问一次 想吃什么 那傍晚的时候呢 又再问一次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然后呢 你就发现时间是浪费在 不要 然后就再想 不要 然后就再想 不要 然后就再想 不要 每天都在想第一个东西 然后你知道真的 快到晚餐的时候 快到午餐的时候 就开始忧虑了 因为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 那现在我直接跳过 就直接不吃了 只有晚餐的时候 跟我老婆一起吃 所以我就只需要问一次就好了 我给大家分享 这对于没有孩子 不用做饭的我们 省超级多的时间 而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安静 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亲近神 你会发现 从买菜 预备 煮饭 吃饭 收拾 今天有可能你是点餐也好 或是你是外出吃饭 其实我们花了多少的心思跟时间 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 而且呢 还越吃越胖 越吃越不健康 所以很多的时候 神说什么 你要休息 你要知道我是神 把你的焦点再次转到我的身上 不要一直在想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你的生命不是只是关乎饮食而已 第三个 为什么要讲到它是安息呢 是你要给你自己一个悔改 重新开始的机会 是给你自己悔改 重新开始的机会 长时间的断食 是重新设定你身体的一个机制 一个机会 我再说一次 当你操练长时间的断食的时候 这个长时间的断食 它是一个重新修正 你身体的一个机会 如果是你之前乱吃 度假的时候 放纵 放松了 忙碌服事的时候呢 你饮食不正常 回家之后 不需要悔恨 自责 控告 定罪 你知道你可以透过断食 重新的设定你的身体 再一次回到正轨 其实你要知道 耶稣说的悔改 不只是认罪而已 祂说我要你改变你思想的方式 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属灵的安息 其实讲的不是只是休息而已 而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在每一个礼拜的一开始 现在就是我们的安息日 在每一个礼拜的一开始 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静下心来 反思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调整一下 你的心情跟你的步调 你就能够面对 新的一周的挑战 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安息 所以呢 你在安息的当中 你就可以reset 就是你重新设定 你可以renew 你可以更新 你可以regenerate 你可以修复 然后你可以relaunch 你可以重新出发 你才会经历到什么 第二个 为什么断食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突破 为了突破 第一个为了安息 第二个为了突破 我从去年93公斤 瘦到75公斤 就是因 然后呢 后来我就 就是其实都不错 93瘦到75 其实已经感谢数了 很好了 可是我就碰到 停滞期 我就停滞 我就卡关 我就75 怎么样子都过不去 再怎么样 见现一段时 都突破不了 我就透过年初的 三天的长时间的进食 后来就顺利的突破 到现在70以下 我卡关 我在那个停滞期 我没有办法突破 不管我做什么 都是没有办法突破 75就是75 我透过长时间的断食 我就突破 现在净突破到70以下 很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 属灵生命的突破 也是如此 马太福音17章21节 耶稣也说什么呢 耶稣说 这一类的鬼 如果不靠祷告和进食 是赶不出来的 我相信 门徒每天都跟 耶稣在一起 我也相信 我们每天都有祷告 可是你有进食吗 他说这一类的鬼 如果不透过 靠着进食 是赶不出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身体跟生命 都需要突破的话 我们是需要进食的 当你的身体 还有你的生命 需要经历到突破的时候 你要操练进食 再一次 进阶性的断食 是可以是你的生活方式 可是呢 如果你需要一个 一个push 你需要一个突破的时候 你要用另外一个 这个工具 就是长时间的断食 耶稣说了 这一类的鬼 如果不进食的话 是赶不出去的 你要需要一个 属灵的breakthrough 属灵的权柄 你需要一个突破的话 开始操练进食 第三个 为什么要进食的目的 为了治理 为什么要进食的目的 是为了要治理 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自己的身体 你都管不好了 你凭什么 治理全地 再听一次 你自己的身体 都管不好了 请问你凭什么 要治理全地 格林多前书第九章 第25节到27节 保罗说 凡参加运动比赛的 在一切事上 都有节制 我跟你讲 间接性断食 其实只是管理 你饮食的内容 跟时间 你是管理 那是什么 那就是在操练节制 而节制 就是圣灵的果子 保罗继续说 他们这样做 不是要得 能坏的冠冕 我们确实要得 他们这样做 不过是要得到 那个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 那不朽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 不是没有目标的 我斗拳不是打空气 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 叫身体服我 免得我传给了别人 自己反而落选了 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的身体是服你 还是你总是 降服于你身体 对于食物的渴望 你的身体是服你 还是你总是 降服于你身体 对于食物的渴望 当我操练进食 从属灵的角度来说 我就是让神 在我的身体当中 做我的主 真言第十六篇 三十二节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真言十六篇 三十二节 他们一天说 克服己心的 胜过把成功取的人 克服己心的 胜过把成功取的人 意思说 若是能够倚靠神 叫我的身体服我 克制我对食物的欲望 代表的是我里面 蕴藏着 能够把一座城 攻下来的能力 我再说一次 如果我可以 叫我的身体服我 我可以克制我 对食物的欲望的话 代表的是我里面 蕴藏着 可以把一座城 攻下来的能力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 你不是软弱无力的 你是大有能力的 神把这些管理的工具 神把节制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把圣灵的律 放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神要我们治理全地 神要我们与祂 基督耶稣一同做王掌权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 我们觉得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那么软弱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不去吃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健康起来 然后神要对你说 You are not powerless You are powerful 最后我要说 断食成功的秘诀 就是不是让你的生活方式 来配合断食 而是让断食 来配合你的生活方式 我再说一次 不是让你的生活方式 来配合断食 这是成功的秘诀 而是让断食 来配合你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想要知道这句话 它里面的奥秘是什么 这句话它里面要实际 怎么去理解 实际怎么样去执行的话 下个礼拜二 我要鼓励你 一起来看我们的 Inside Out 我们的线上小组 如果你可以让 不是让生活方式 配合断食 而是让断食 来配合你的生活方式的话 你才有办法更持久 然后你会发现在 整个过程的当中 学习跟你的身体对话 然后你不断地做调整 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这个就会成为 你健康的新生活方式 那我要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身体是这样 与神同行 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子 与神同行 不也是这样子吗 我们说神来 你改变我的生命 神祢让我 有一个属神的生活方式 我需要突破 我需要进入到 你的安息的里面 我需要能够依靠 你所给我的权柄 依靠你所给我的能力 我能够治理全地 神说从这件 很小的事情上面 你可以开始学习 可以开始操练 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医生 也不是营养师 可是我在告诉你 你的身体 也是从你的身体 这个部分 可以看见 神要怎么样建造 祂的教会 跟你属灵的生命 进食 我是牧师 所以我可以讲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操练进食 因为耶稣这样教导我们 可是我今天在告诉你 祂不但对你的生命 祂对你的身体 会有极大的益处 这是免费的 每一个人 都可以行在这个其中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标准 要你一定要做到怎么样 可是我盼望神 今天就像祂对我 说话的时候 也对你说话 让你可以开始操练 走在这样子的一个 神为你所预备 安息突破 跟耶稣基督 一起坐往掌权的 智力的里面 好 我们一起来 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每个人 都把眼睛闭起来 我们每个人 都把眼睛闭起来 让我们的心 更多地转向神 请问今天神 在对你的心说什么 我要你问神 神要你怎么样 与祂同行 神要你怎么样子 去经历到 那个安息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神是不是在对你的身体 说你的身体需要休息 或者是你需要一个 属灵的突破 秘诀 有可能不是做更多 而是神说你安静 知道我是你的神 那个属灵的权柄 那个你所需要的突破 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不要再感觉到powerless 不要感觉到软弱无力 神说You are powerful You are powerful 我给你这些的工具 是要帮助你 不是在问题 不是受到环境所影响 没有错 是的 很多旁边的人 吃的都很不健康 旁边的人都有各样的软弱 各样的这些的诱惑或什么 但神说You are not powerless You are powerful 你是大有能力的 因为神要把这些的工具 交在你的手中 你可以听到很多关于光哥 在这一集里面所分享的 但是你愿不愿意开始来操练 操练进食 因为那个对你的身体 对你的生命 都是有益处的 不要进入到律法主义的里面 而是我最喜欢天国文化的部分就是 它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里面才会有那个信心 我们相信神所说的 我们相信神创造我们的身体 祂会修复 祂会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健康 如因烦恼还童 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 好不好 我们用就有诗歌来敬拜 在敬拜的当中 我要你继续来祷告 继续来寻求神的面 继续来让圣灵来对你的心说话 让你的心更多的进入到安息的里面 你去安静 你才能够听见 祂是你的神 祂是你身体的主 你所有的一切都相符于祂 editorial文 says,帖四位 藏我在翅膀影下 撤我在翅膀影下 遮盖我 在你打着手中 当大海翻腾 破桃汹涌 我与你战匙 暴风上空 扶你任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置你失神 让神来恢复你 让祂来医治你 我领安心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我们是心造的人 你的能 使我黯然心扛 当大海翻腾 破桃汹涌 我与你战匙 暴风上空 扶你任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置你失神 当大海翻腾 破桃汹涌 我与你战匙 暴风上空 扶你任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置你失神 让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需要更多的对我們生命来说话 释放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需要 мы呼求你 要让更多的 我需要 依靠你 我们信靠你 自依我们的身体 我需要降服 我需要降服在你的面前 我需要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 让我们的鼠邻的生命能够更健康 帮助我们进入到 祢我们所预备的安息的里面 帮助我们进入到 一个属灵的突破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有 领受这样子的权柄 能够与祢一起来治理 你的节制的灵 更多的浇灌下来 节制的灵 更多的浇灌下来 在祢的百姓的当中 我们不是powerless 我们是powerful 我们不是powerless 我们不是软弱的 因为祢就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源头 我们的生命 我们呼求祢 更多来充满我们 生命的气息 更多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连接于祢 不再忧虑 定静在祢的身上 我们呼求祢耶稣 我们呼求祢 带领我们进入当地 我们所预备的 安息的里面 灵魂体 恢复 祢的安息 在基督里 祢的大能 祢的一致的大能 现在领导我们 使我黯然心靠 使我黯然心靠 当大海翻腾 破桃汹涌 我与你战匙 暴风伤口 扶你任作网 扶你任作网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指你是神 当大海翻腾 破桃汹涌 我与你战区 我与你战匙 暴风伤口 扶你任作网 在洪水中 我与你战匙 我要安静 指你是神 他翻腾 怕翻腾 破桃汹涌 我与你战匙 暴风伤口 扶你任作网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指你是神 主求你教导我们 如何透过进食 如何透过安静我们的心 更多的知道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所仰望的那一位 我身体 我的生命 我的灵与魂的健全 都在于你 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 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 宣告 我们不是powerless 我们不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是刚强 大有能力的 We are powerful in you 谢谢你耶稣 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感谢主 我直接来吗 好 今天呢 我们就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 嘉秀姐 跟 有 有没有人回答 有问题 有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 好 来 对对对 我们来到Q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先 那个 把人引导到这个 after party OK 大家请看一下 那个荧幕上面的 after party 我们现在呢 就帮你们开这个 after party的房间 然后呢 会议ID 大家看一下 密码 也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after party的里面 那我们的志诚哥 还有我们写的童工 已经到after party 去等大家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 有没有记下来 如果要去after party的 我们每个礼拜都希望 在那个地方 可以更多的跟你有 fellowship 跟你有团契 好 那OK 好 来 我们那切到 那个 自打 自打 对 胡子太多了 已经忘记你是谁了 好 自打 来 第一个问题 那就嘉秀姐 我先问一个 然后下一个 你好不好 OK 好啊 好好好 我们耳朵里会有一些 这个 好像 不知道是什么 after party的音乐 可以帮我们关掉吗 不用 没关系 太热闹了 在我们这个zoom的这个里面 好 那我们先来问第一个 就是说 进食为何可以修复 和恢复身体 不是有些研究说 进食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这个 对 刚刚信息好像有回答一部分 刚刚信息里面就有讲 其实进食一点 一点都 不危险也不可怕 适时的进食 适量的进食 当然 就是 它其实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原则 然后呢 有一些怎么样子 能够健康的方式 那你也要知道 耶稣 祂绝对 圣经里面 绝对不会叫我们 去做一个很不健康的事情 所以当耶稣也教导 我们关于进食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说 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工具 然后呢 怎么样帮助我们更健康 那我觉得可能 真的 其实耶稣已经看见 特别是 我们现在呢 这个21世纪 我们真的在饮食的上面 在这个肥胖的问题的上面 在很多的疾病的上面 其实如果你知道这个工具 就是怎么样操练 见性性的断食 跟这个长时间的断食的时候 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那你说很多人这样说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其实有很多我们以前 就像我们之前 我刚刚讲的问题 出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的 我们有一些这些资讯 其实都是很老旧的 或者是呢 必须要说 这些很多东西呢 它是道听途说 就是说很多人在传很多东西 然后呢 有些东西其实 根本就没有研究报告 或者是说那些的数据 那些关于健康的一些资讯 都已经是很以前了 你会发现 透过很多的研究报告 透过很多的大规模的 这些的研究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 关于医学跟关于身体 我们现在仍然在学习到 关于身体的当中 到底神创造的身体 有多精密 神创造的身体有多美好 所以我们也在学习 关于身体这个部分 所以很多人就是对断食 对禁食这个东西 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 我现在要告诉你 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 所以你绝对放心可以做 第二个呢 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 讲到这个断食 OK 只要你做的方式是对的 其实对你的身体的益处 很多的时候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特别是 如果你现在的身体 已经有我所说到的那些 可能是肥胖的问题啊 胰岛素阻抗的问题啊 等等这些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呢 这样子的操练 对你的身体来说 是有帮助的 好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礼拜二的时候 也可以再多讲一点 好 来那嘉秀姐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啦 可是如果大家各自有一些考量的话 我觉得真的也可以去找这个嘉医师 针对自己特别的情况 也许真的有一些人 他的身体不适合 对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 如果真的你已经过瘦的话 如果你有厌食症 或者是你的身体已经过瘦的话 其实真的就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的医生 绝对不会赞成你这样做 但是我想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我们可能都是有点 不是过瘦 我们不是过瘦 我们都是有点 不是很健康的 过胖 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工具 什么时候使用这个工具 工具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体 两 就是要怎么讲呢 就是 应该讲一体两面 不是 他就是两刃刀 是不是 两刃刀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是两面刃 所以你要用的对才会有帮助 好 来来来 嘉秀姐 其实我想针对刚刚那题 我也想补充 因为我觉得其实 今天光哥 我拿个椅子好了 我们现在是变成inside小组 当做inside小组 你讲 因为我想要强调说 因为光哥今天有讲 我觉得进食不重点 其实进食祷告才重一点 就是我觉得我们 要知道说我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点 像我真的很简单 我不是为了进食 而是我为了祷告 然后我想要把 吃饭的时间省下来 可以更多的亲近神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圣灵就会指教我 可以吃什么跟不要吃什么 来维持我的体力跟营养 所以其实我觉得 当然你听很多的医学跟研究 这是可以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在我里面的这位圣灵 祂最认识我 所以祂会引导我们 按着祂在我们生命中的设计 祂会来帮助我们 怎么来做 会是比较能够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讲 我只是小补充 第二题 很棒 来 间歇性断食可以做多长的时间呢 在过程中如何让代谢率 可以不下降太快呢 OK 好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我们礼拜二再回答你 没有啦 没有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间歇性断食我刚刚讲了 它是可以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 所以像现在呢 我跟哲人哥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方式的里面 一天呢 吃两餐 然后甚至呢 有些说一个礼拜是只有吃一餐 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控制我们吃饭的时间 所以其实你如果要三餐也是可以 要两餐也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 那你只是 它只是就是你控制你吃饭的时间 是在哪一个区块的里面 而不是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或一直在拿那个喝饮料 喝饮料 因为这真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个习惯啦 我真的听到那个台中有一个教会 他们进食 真的学生要进这个 这个手摇杯啊 真的是要了他们的命啊 就为什么 所以我们一直在吃一直在喝 那所以呢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不管你一天吃三餐 或是一天吃两餐 可是你一定要控制你吃饭的时间 而不要一整天都在吃 那这是健康的 第二个 你刚刚那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间歇性断食可以做多长食 然后过程中如何 如何让代谢率可以不下降太快呢 如何让代谢率可以不下降太快 当你在做进行断食的时候 其实呢 因为有可能你是一天变成 你缩短的时间嘛 你不是一直在吃嘛 所以譬如说 当我一天吃三餐的时候 跟我一天吃两餐 跟一天吃一餐的时候 我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我吃的东西的量就变少了 因为老实说 我没有办法在两餐的当中 吃三餐的东西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可能 我一定会胀死 然后呢 我如果我一餐 一天只吃一餐的话 我不可能 那一餐就吃了 我三餐要吃的量 不可能的 所以我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操练这个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我的食量也变少 那当你食量变少的时候 你的基础代谢 就会往下降 这是很正常 也是很健康的 不要让它代谢 我觉得基础代谢降低 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不要让它降到 一个地步是 真的已经太低到 你不管再吃的再少 你饿了肚子 饿了要死 你还是没有办法 继续地减到 减到医生可能跟你建议的 一个理想的重量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基础代谢降低 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创造的 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身体保护的一个机制 但是你不要让它降得太低 那当然有某些的 一些的pet ball 有一些的方式 是光哥在礼拜二 会跟大家分享的 好不好 真的 我真的跟你讲 我真的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现在 我用了这几个方式 我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所以呢 我礼拜二跟大家讲 好不好 来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记得加秀姐 让我记得这个问题 我要跟大家讲 OK 好 来自答 好 来下一个就是 如果在断食的过程当中 变得没有食欲 那要注意什么 或做什么调整 如果在断食的这一段 比如说168 在16当中没有什么食欲 好像还蛮好的 感谢主啊 那不是很好吗 对 要做什么调整吗 要感谢 除非你是说 你就是断食的当中的时候 其实在断食的时候 没有食欲 这不是很好 很大的祝福吗 还怕说要吃 等到要吃那一餐的时候 对对对 你等到要吃的时候才吃 那我真的发现 当我在操练这个断食的时候 我的食欲真的有变小 我的食欲真的有变少 那一方面是因为我吃对食物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 我发现我就是 控制我吃东西的时间的时候 我反而变成我的食欲就 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夸张 然后吃这么的多 然后呢 其实这个也是好的 因为 因为你如果真的都一直很饿 然后你又一直逼你自己 不要吃东西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感觉到 也不是一开始 那个大概也 因为我的胰岛素阻抗有点严重 所以我大概也是 一两个月之后 我就发现我越来越不容易饿 然后呢 我就越来越可以拉长 我断食的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 我可能真的 16个小时 我就觉得很辛苦 慢慢慢慢 16个小时 越来越舒服 都不会饿 那就进到18个小时 也不会饿 然后后来呢 就变成一天吃一餐 也OK 就不会饿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很幸福不是吗 对不对 但是呢 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减少了 你吃的餐 比如说你一天吃三餐 现在变成吃两餐 或者是你真的 已经做到一天吃一餐 我不 不是很鼓励这样 是因为说 其实呢 如果你一天只吃一餐的话 你的基础代謝率会掉很快 会带很快 所以呢 光哥不是 完了 我现在就把礼拜二的讲出来了 我不是每一天都是一天一餐 我可能只有一个礼拜 几天是这样子 大部分的时间 还是一天两餐 我就发现 我的基础代謝率就有回来 给就有回来 所以呢 其实这是一个小的秘诀 就是说 当然你能够不要饿的时间越长 你的间歇性断食 就会越清神 可是你如果一直很容易饿的话呢 光哥就要建议你 既然饿了 就好好的吃一餐 然后吃饱 下一餐再开始 也没有关系 OK 不要律法主义 好 接下来 佳秀姐有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回到佳秀姐这边就好了 好不好 OK好 其实也是最后一题了啦 感谢主 这个可能很多人 在听了光哥分享进食之后 都想要尝试 但这个人他就说 如果他在进食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都是爱吃的东西 那怎么专注呢 那你就真的需要进食配合祷告 好不好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 一个属灵的权势 他可能真的真的就是因为 真的我们过去很习惯了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说 你发现当你在进食的时候 有很多这样 就像我就发现说 有些时候以前 我们讲说 有些时候你祷告的时候 你不祷告 还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 很多的意念 很多的想法 一祷告的时候 就有很多让你分心的事情 可能是你突然想到 你要去做什么 然后谁你没有打电话 要去联络一下 或者是你就突然 就是很多很容易分心的 你在进食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有很多这些的搅扰 很多这些的东西 那我就会推荐你 像佳秀姐讲的 就是不要只是进食 你也可以祷告 因为在你的软弱的上面 圣灵可以帮助你 在你的软弱的上面 神可以帮助你 所以可能maybe一开始 你的身体相当的软弱 你的心思意念相当的软弱的时候 你就把这段时间拿来祷告 那可能你经过了这个 你吃饭的这个 很饿的这个时间的时候 你的这个饥饿素退掉了 OK 然后你过了那个时间 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在祷告 那你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饿 也不会那么去想 很多的食物的东西 那你知道刚刚佳秀姐讲一个东西 我就突然想到 进食祷告不是晚一点吃而已 好不好 很多人把进食祷告当作晚一点吃 就是好来 我12点到1点进食祷告 我1点再来吃 那个不叫进食祷告 你还是有在吃 对不对 但我们不是这么律法主义 但是我一直说 如果你那一餐真的要进食的话 要不要那一餐就不要吃 好好祷告 然后你就继续工作 然后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到下一餐再来吃 就这样子 所以进食祷告不是晚吃 大家就 很多人就是觉得 进食祷告就是晚吃 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进食 然后等到一点再来吃 那其实不太像是进食祷告 OK 好 那今天我要谢谢 嘉秀姐 谢谢志达跟我们一起在线上 我要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次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是青年大喊特会 所以周五跟周日的学生 都请加入在礼拜六 我们的这个联合的青年崇拜 跟我们一起来聚会 然后下个礼拜呢 是光哥会host 不是我讲到 是光哥会host周牧师 周牧师会在我们当中 要来分享信息 他有一篇非常powerful的信息 要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下个礼拜 让我们一起来青虫见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